所以刀手突出了汤狼拳的主要技法 是脚尾突出的一种手法 雕手主要有雕彩等主要的用法 勾顶 勾顶是手保持勾形 用手腕部为利点 由曲道身击打 用勾顶发力时注意突出弹抖的特点 发力要求短促 有弹抖之劲 做勾顶时常常配合转腰及周身的合力 使力量传于手腕 练习过程中要求松肩垂走活腕抖避 拧腰而打出 五花雕手 五花雕手是两手腕相交 旋转一周以后 做五花后 雕手打出 五花雕手过程中要求腕花明显 雕手打出时注意弹抖发力 五花过程中有蚕雕彩等基本技法藏在其中 有蚕雕抖之劲 打手时注意发力要短促 有弹抖之劲 有蚕雕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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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向下 拍击脚面 拍击时注意保持身体正直 拍击要求肿确 有蚕雕抖 響亮 拍击过程中 立由背 发于手 开始练习拍脚时可以用手掌卸拍击 然后逐渐再加强手背的练习 提高手背的抗击的能力 掏蹬腿 一腿独立支撑另一腿经腿后侧 向下方横踩蹬肌 掏腿时注意身体要稳定 掏腿用脚踩肌对方颈骨 要求高不过膝低不过回 掏腿属于按腿 掏腿属于按腿 是隐藏中的一种腿法 发力要求快速有力 突出移桥取胜 突出移桥取胜 勾踢 垫步后一脚以脚跟为力点 插地 脚接上翘 插地而踢 勾踢时注意插地而起 脚接上翘 脚接上翘 勾踢主要用于踢击对方回关节 所以要求用力 由下向上 在踢击时有回钩之意 在踢狼穴中常常配合上手的五花雕手或其他手法练习 组合练习 组合练习 组合练习一 组合练习一 突出了手法的雕材手法 在组合练习一 右手的向位雕踩 发力要求短粗有弹抖之劲 利用身体的折叠和开合之劲 使雕鱼踩的发力力度加强 踏狼拳的动作要求 动作刁敏 弹突有力 缸中寒柔 柔里带缸 组合练习二 组合练习二 在这里突出了手法里边的勾顶下杂 以及连续的冲拳 踏狼拳在打法上讲求阵营而侧击 以巧快而取胜 这个组合里手法的用动要求快速敏捷 连贯不可阶段 组合练习三 组合练习三里突出了一个腾空动作 在做腾空动作时注意起跳前的身体的姿态 自动后 在空中弹腿 躲地后叠走杂鸡 组合练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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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了两手的摇臂动作 演练时 体现了他狼两手式刀斧 挡分足以两臂摇的特点 摇臂中注意以腰带手带臂 组合练习五 组合练习五 突出了一组手法与腿法的配合 手法与脚法的配合中要求上下协调 在做五花时与弹腿要上下一致 在踏狼圈中要求手眼伸步招式快速敏捷 所谓要求五块 组合练习六 组合练习六中突出了一组行军间的手法变化 主要有雕彩